孩子是民族的名字吗? 要向中国传统文化 对丁一代接受伽来 将来传逢的一代 接着对着老祖宗 老祖宗欣欣 可可五千年 一代一代 团下去没中断 不能说到我这一代就中断 不知道没怪你 知道咯 你不低咯 那就是有宿命 你要发这个心 来承担这个宿命 祖宗不比你 散步的家旨礼 你的一旁风顺 没太大众爱 为什么呢? 这个是祖宗中心 所需要的啊 而且会给他拜祢第一位 比什么就比较重要 我这个心 心这个法 感应就会现前 实际上啊 中国传统文化 最后的年龄是三月 三月就开始 把这些经典 念会熟 这个时尽 我念是最好的四季 好的东西 对于三月到六七月 都可以回到三月 涵 光着也囚ito 梭水已冲入 越小 Ils 越粟越LEans了 越来越冲 深庄天持起来 只要到清澈 这比较重要 他们的记忆力是 越小缠越好 他也没十年 他学到后就会记得 会让夫妻一生都不叫不记得 但是一定要学做人的道理 就是论理道德 要拜日经的面 他如果没这些 竟然是论东西 并做文学家 思琳 将来是去走这条路 所以是要教他论主 论性贤的主 性贤的专家 可以教我们 跟这个 探亲七万一奉下 文学学英 这就要论理 要读得 过来就是英国 这三个东西的帮助人 把烦恼收起 和摆渡 他们要教不 要教 这是民族的名字 教好路 团中文化 团中文化 四五十亿下 走的多少呢 这给我们一个警惕 我年轻的时候 每天早期都有部阻 我会去看部阻 我看什么 完全看护文 看今天有多少人走 每天看 各心的精神 有孤独的境界 公音最苦贵 这一天希望人工贵 这一天也要讨厌 性贤猪 知道说 你们没有上市 真的 你看一天部阻 订阅富闻多少 到最后 我没有一天 也会经济富闻 就会想到这些 人家才知道我 公音苦贵 要拿回到 万一出公贴 中严不净土 向部宿中文 下座三度寇 欲有建文贼 食发菩提心 尽住一步心 共生结禄国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